说到喜多玉带 最先让我想到的就是 孤独摇滚傲创的指定迫害对象 因为谢良的一向整活 不是去世就是在去世的路上 他本人完全对吉他 十翘通了九翘就剩以翘不通 原先怀着憧憬偶像三面梁的目的 加入纽带乐队 可终究只包不住火 只好在第一次演出前 果断逃跑被乐队通缉 从而让红夏找到了新的吉他手托起 使得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开启了孤独摇滚的故事 在人设上 喜多玉带是一个正能量爆表的阳光可爱JK 衣品超棒的时尚女孩 将活泼开朗 全都写在脸上的元气少女 能够完美与波奇形成 克制的高人际养觉现充 并且还有着顶级社交恐怖分子 与陌生人沟通无障碍的高情商 庭内散发出来的阳光正能量 对其他人来说 简直就是白二纪的蚊子 遭遇到了现代电文派一样的降维打击 别人旅游归来坐电车时 都是累个半死倒头就睡 喜多他反而向各美式人士的火蹦乱跳神采飞扬 圆圆不断翻译而出的正能量 足以闪下我24K钛合金狗眼 仿佛羊绝红下多看一眼就要爆炸 英绝波奇靠近一点块被融化 外表单纯人畜无害的同时 又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温暖亲切 卢木春风 仿佛有他在的KTV便是天籁之音 经他销售的商品就是物美价廉 他那甜美风的照片墙 我身上不带点胰岛素都不敢轻易点开 生怕被舔死了 尤其是看到喜多特殊的蛋包饭变美味的可爱魔法 我要表示强烈谴责 他都害我旁边的厌食症患者 直接把我的手机炫到嘴巴里去了 喜多他不仅长相甜美 心地善良 还助人为乐 丝毫不作作 乐队中常想起他鼓励的话语 社团里总是闪过他帮忙的身影 尽可聆听陌生人的奇怪口气 动可不齐霸气的温柔 回复眼前的奇怪粉毛 如果说红下是妈妈般体贴周到的温柔 那么喜多就像一个细心的女朋友陪伴左右 花到他搀扶 你要泄气 他鼓励 你设计到不敢买吃的 他就主动帮你买好 你不小心被咖啡烫伤 他立马上前用可爱的草莓手帕帮你包扎 如此一套丝滑连招下来 可谓是男女通吃 我甚至都不敢想象要上辈子修到什么样的福气 才能取到这么甜美的女朋友 宛如掉进了一片金黄的麦田 那里草长鹰飞 鱼鸟鸟让人放空大脑 没有烦恼 简直就是继红下之后的又一纽带乐队大天使 喜多知道波奇很想在文化记上大显身手 有很强的上台欲望 不过在与色孔内耗的搏斗中 败下阵来 把申请表丢到了垃圾桶 喜多明白 这个时候需要有个人能推波奇一把 才能让他大步向前 而这个最佳人选就是与波奇同一个学校的自己 于是作为朋友的喜多 主动帮波奇从垃圾桶捡起了申请表 递交了上去 虽然喜多知道这一切都是在帮助波奇 但是他也意识到这里面可能有自己制作主张的成分 所以后面他果断向波奇道歉 直到获得波奇的谅解 他内心悬着的石头才放下来 同时为了让波奇拥有更多的训练时间 提升自己去面对快要到来的校园技 喜多可以恭敬地请求梁前辈下班后来完成对他的指导 这样既可以照顾到波奇 也可以给梁前辈交学费 好不让他继续吃草 这种不用说也能设身处地的为你考虑的朋友 堪称寒冬里的贴心小棉袄 纵使生活在黑暗 也能给予人温暖和勇气继续前进 因为喜多对其他人的夸赞 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认可 这并不像某些喜欢做表面功夫的线冲那样子鱼客套 喜多则是在交际中想办法的对他人保持最大的尊重 用自己最大的热情和礼貌 不让对方感到寂寞和难堪 取而代之的则是喜多对他人毫不吝啬的赞扬和温柔 也就是说无论你说什么奇怪的话他都不会责怪你 同样不会不管不顾的把你当空气无视你 而是拿出百分百的热情帮你原厂接你的话来配合你 这份无比自然的真诚对于渴望认同感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喜多交友的大杀气 让喜多把色恐色牛还是其他什么的 全部一网打尽纳入自己的朋友圈堪称效果拔群 相比于心细如发可以轻易猜测到其他人想法的红下妈妈 喜多则是一个色适卫生天真单纯的阳光小女友 他不擅长推敲别人的想法和去揣摩别人的内心 所以有时候做出来的事情 比如逃离纽带乐队和制作主张的帮波奇递交申请表会稍微欠佳考虑 就像我视频前面说的那样 喜多并不是能让人高呼这个人好戏 这个人又是一个妈妈般无微不至的存在 而是身上有优点也有瑕疵 即使有点懵懂傻白甜 但会尽最大努力去关心你的软萌女友形象 所以你能看到一旦波奇的社交恐惧症发作或者受伤吃憋食 喜多往往就是第一个冲上去安慰关心他的 喜多做起事情来非常的认真 丝毫不含糊 无论是逃跑归来在繁星里打工的努力姿态 还是学员记上身穿可爱女服装的抚媚身影都深得人心 每件事情都全力以赴 没有那种打酱油走过场的感觉 曾经因为不会弹吉他而独自出逃纽带乐队的愧疚感 推动着许多加倍的努力练习 从开始把多弦被诗当吉他练的门外汉 到后面校园上台表演时熟练的扫弦 这中间的巨大变化离不开喜多心情的汗水复出 我一息记得他第一次登台表演时 撩动琴弦的整个手臂都在疯狂抖动 肉眼可见的全神贯注和紧张到流汗 但是经过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等来到校园Lav的时候 喜多弹吉他的实地就已经有了突飞母镜的变化 结实的他基本就是靠万步的力量使用巧劲 看起来非常的日然 内心没有丝毫的迷惘 甚至小薄奇在表演的时候吉他断弦 喜多他还能站起来用即兴的一段吉他 气定神弦的帮波奇将控场挽救了困境 边弹边唱的稳定水准无疑 证明了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主唱手 牛带乐队的中流砥柱 不由得让人为窥去来吸引女士的进步 而感到sciko你嗨的呀 总的来说我认为喜多异代是 牛带乐队里最具有偶像气质的人物 有着可以积极与粉丝互动的外向性格 和可爱的容颜 明示了他强大的偶像天赋 如果未来牛带乐队要走上变大变强的道路 那么喜多极其可能就是 牛带乐队的流量担当 估计只要有他在 每次的演出都能轻轻松松做到 场场爆满 他是行走的开心果 把欣喜的事情搞得多多的 把热闷的事情搞得少少的 就像暴雨天回家后舒服的热水澡 给予失落的心灵重回光明的力量 其名为喜多欲代